哈囉,我是鄭雲涵 因為下個禮拜就是雙十國慶 所以這個禮拜我要做一個台灣造型的拼圖 那我們就開始吧 要做台灣造型的拼圖 很直覺的就想到要用行政區來做切割 但我不只想讓它可以拼起來 還希望可以做到可以固定在一起 所以後來我用三片木板來做製作 中間那層做了很多個卡槽要放入卡榫 因為整個拼圖的大小不大 只有15公分 所以所有的省霞市 還有台北市會非常的小 切個完成後要先很小心的把它拿起來 卡榫的部分我用的是壓克力棒製作 總共有17段 把所有材料準備好之後 再來就是苦工了 要把每一個縣市黏在一起 用三層木板製作有一個附帶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把表面的膠橫遮住 就不需要另外浪費遮蔽膠來確保外觀的乾淨 各個比較大的縣市 黏貼過程都還算容易 只要盡可能避免黏歪就好了 但台北市跟省霞市就比較麻煩 因為零件實在太小了 所以不能用白膠黏貼 這些零件我後來用三秒膠才有比較好的黏著效果 等所有黏膠硬化之後 再來就是組裝囉 把壓克力卡榫放入卡槽內 就可以慢慢的把拼圖一片一片的組起來 組裝完成後 在正反面塗上不同顏色的木辣油 以做區別 要不然組裝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哪一面是正面 會大幅增加拼圖的難度 到這裡基本上算完成了 我額外還做了一個簡單的放置架 來展示這個作品 但是既然它是個拼圖 就不能只是放著展示 所以我就把這個拼圖拿去給別人拼拼看 接下來就來看看大家到底要多久才拼得出來吧 我68年是以前學弟最重要的地圖 中國地圖啊 中國地圖啊 誰跟你叫台灣啊 你跟別人跟我講 真的很難耶 有點像厭屍的感覺 好不錯啊不錯不錯 快好了 你看各位觀眾是台北市喔 台北市喔 台北市有沒有很可愛 台北市有人那麼小 好 完成 我發現 你在破壞我的信心 哈哈哈哈 記得要玩之前請複習要台灣長什麼樣子 完全不知道 有了有了有了 完成了 完成了完成了 謝謝你看完這個影片 那其實一開始做的時候 並沒有想到這個拼圖原來這麼難拼 但是發現大家其實還滿喜歡的 所以這次一樣會辦個簡單的抽獎 讓想要的人可以把這個東西帶回去 那只要到下面說明欄裡面的Facebook貼文 然後留言加分享 我們就會從裡面抽出 可能兩三位吧 我猜 那如果你想要自己做的話 一樣我會把設計圖放在下面說明欄裡面 那這禮拜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 我們www 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 他們